2024年1到3月 每个月只有一次的快闪企划来咯 第一位同时荣获海峡两岸主持人大赛 和电视演说选秀节目 谁与针锋双调冠军的喜剧主持人张凯杰KJ 余博曾经荣获十大结初青年 且为台湾第一位重度视障心理师的朱新怡朱莉亚 即将用爆笑的脱口秀和温暖的心理学 跟你的抱怨进行一场无差别抱怨擂台 我们将在节目中回应你的来信 无论你的怨气是大是小 是跟职场上家庭离或是感情中 任何一个面向有关都可以 我们珍惜每一个抱怨 因为不满就是改变的开始 让我们一起用幽默击退负能量 大胆针键目击中 详细资讯请看节目说明栏哦 想要转换你的怨气吗 快来无差别抱怨擂台投稿吧 我是朱新怡朱莉亚 自上心理师 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 在自上室里 我听你说 在Podcast里 也邀请你来听我说 那些肉眼看不见 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 心理学小技巧 与翻展人生的故事 哈喽哈喽 亲爱的朋友 你好吗 我是朱新怡 朱莉亚 自上心理师 欢迎收听朱新怡说心里话 哇 一开始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相信你们一定也很会为我们开心的 就是我们的EP179 24小时的专属天使心理师公开AI使用秘记 这一集就是我们在教大家 我们的团队在不停的进行各种测试 然后怎么用AI来帮助我们做一些 简单的心理急救和心理调试 就是让我们如果有一点小卡关 的时候想要找人聊天 但是找不到 或者是你觉得你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一些你自己的负能量 等那些小小的时候 你可以用AI来聊天 来谈天 然后来舒芽 来接接闷 这是我们来做这一集的初衷 那很开心的是这一集 我们也得到了MixerBox的肯定 我们成为了MixerBox胜利军的冠军 第一名 拍拍手 我相信你们一定也很为我们开心 我们的团队真的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我觉得我们做出来的真的是优质的节目 然后能获得大家的青睐 觉得很开心 也很感谢你们 但是我想一样 我们的初衷是来帮助大家 既然AI是不可挡好 如何用一些正确的方式来运用AI帮助我们 但是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我们也看到很多社会新闻 是有关于如何利用AI来进行一些诈骗 奇怪的合成 或者是来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或者他会给你一些不当的资讯 然后去指挥你要你做一些什么事 所以我想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真的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才有办法让AI真的帮上我们的忙 让我们在这样的现代洪流里面 持续因为AI而生力军 而不是因为AI而存下去了 好所以这一集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参考 如何运用AI来陪伴你 做一些像你心理有小卡关 有一些小不爽 有一些小白愿的时候 可以好好的来跟他说一下负能量 然后运用它来帮助你做心理调试 那这一集我们谈的主题 叫做同理心说话术 这个主题我觉得我想谈很久 而且我觉得我已经谈过才对 可是当我在前几集的单口 有回应一位朋友就是的提问 他说要怎么陪伴单亲的孩子的时候 我说用同理心 然后我也推荐了EP60 我以为我就是在讲同理心 结果我的团队跟我讲说 对对对你是在讲同理心 可是你是在跟我们讲武技 就是五种话是很没有同理心的 叫我们平常要当心 但是你其实并没有叫我们怎么样说 才是同理心啊 那时候我也就吓到了 在想说 诶诶诶诶 真的哦 我没讲过 对 我告诉大家哦 我们朱欣怡说心里话 到现在已经快要迈入200集了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还搞不清楚 哪些有讲过 哪些没有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很特别 想要听到的主题 希望我单独帮你分享一集 或者是有一些心理的烦闷 也希望我用一集 完整的一集 好 不是我们最后片尾的那个QA时间而已 这样子来作为回应的话 你也可以用我们的订阅式赞助哦 我们都会有心理的许愿池 还有心理的树洞 你都可以投稿进来 然后我就会单独为你制作一集 那就不会一直漏网之鱼咯 那在谈这个同理心的时候哦 我就想先问大家 因为同理心常常被提嘛 你觉得有一个人真的能懂 另外一个人的心吗 我想是不可能的 因为有时候连我们自己 都不是那么懂自己的心 不是吗 你怎么能奢望 有另外一个人来完全理解你的心呢 所以同理心绝对不会是相同的理解 就算我们有相同的经验好了 虽然说 嗯 其实每一个人的经验 真的都很不相同 你离婚 我没有离婚 或是你没有宠物 可是我有宠物 然后我宠物还死掉了 所以嗯 就很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但是就算有同样的经验 好 我们的宠物都一样往生了 但是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内在历程会发生 有可能你是很难过的 你很遗憾的 你很后悔的 可是有可能我是很为他开心的 我觉得最后一程他走的真是太好了 像我们家的猪小冰哦 叫猪冰狗 他真的是人生胜利组一直到最后哦 到最后一天他还能吃能动能睡 还正好写了一个大美容枣 然后就很很美丽的去做天使了 真的觉得很为他开心哦 虽然还是心里会有难过不舍 但是你看每一个人在遇到同样的事情 都有可能心里的历程会有不一样的转换 所以你怎么能够奢求有另外一个人能够能完全懂你的心呢 所以同理心这件事情 请大家不要以正确率来看他 就说你有没有同理到我 有没有正确对到我 有没有正确get到我 想说的话 这个叫同理心 不可能的 正确率不存在 连我自己都常常被我的个案打枪 告诉我说不不不心理师你说的不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正确率是不可能的 可是同理心是什么 其实是一种态度 你多愿意靠近他的真实世界 你多愿意接触他的内在经验 你多想要理解他 戴上他的眼镜 戴上他的帽子 戴上他的 应该讲穿上他的鞋子 然后陪他共同走一程 他在走的路 有多么愿意 所以就算我常常被我的个案打枪 说心理师你说不对 这件事情 就每一个心理师 一定很常发生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通灵 可是我们好想要 好愿意 好努力的去理解我们的个案 我相信我们的个案 绝对都感受得到 就是他能够感觉自己 真的很想敞开 被一个人了解 他们有时候很可爱 会跟我想说 心理师没有关系 我知道我很难懂 我知道我的世界很难懂 有时候我也说不太清楚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想 可是我觉得你愿意陪着我 一起这样子抽丝剥茧 去了解我自己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就已经觉得很感谢了 对自我探索 就是这样的旅程 而同理心说话术 什么时候会运用呢 你会想说一个人低落啦 一个人难过啦 我们要陪伴他 安慰他 我们当然会使用 同理心说话术 如果当我们想要 跟一个人拉近关系 想要多传递一点 我们之间彼此的交流 让你有一种 你好被理解 好被懂的感觉 我当然也会使用 同理心说话术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是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今天我要大推 同理心说话术 因为不只是前两种情境 我们会常常运用到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冲突的处理 如果你真的想要问题解决 最后达成共识 同理心说话术 真的帮很大的忙 我称呼他叫同理战术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到底 同理心可以怎么样去应用 到最后我们加上了 同理心的沟通 还可以变成一种同理战术 我们先来说一下 什么是初层次的同理心号 不是很初的 哎呀我怎么发音那么不标准呢 我是说初级版的初层次同理心号 就是我们的基本版 其实就是抓那个人 他话语里面 他的情绪 还有抓他话语里面 想要表达的意思 请你简而言之 就抓重点的意思 所以有两个地方要注意哦 初层次的同理心 就是要抓情绪和抓重点 好 所以呢很简单哦 我们就只要做一件事 我们常常做的哦 就是划他的重点就好了 那我来问问看大家 我等一下会说一段话 那请你试着来抓我的情绪 抓我的意思 这样好吗 好仔细听哦 把你的耳朵张开哦 其实啊我觉得蛮满意 我现在的工作的哦 你知道我成为一个心理师 实在是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帮助很多人啊 不只是在帮助他们的时候 我能够很有成就感 我也会很有价值的感觉 然后觉得我自己很有用 而且我跟你讲哦 做心理师这个 你就可以见识到 好多人生的百态 然后你也可以到 很多很多地方 去跟不同的人合作 哦 每天都可能要周游列国后 没有了 可是就是要跑到 很多很多地方去啊 然后呢 重点是啊 做心理师还可以赚钱 你说好不好啊 就是要吸收了每一个人 他们的负能量以后 转化成一些正能量 然后人生的智慧 人生的哲理 然后跟不同的人合作 让你感觉那么有趣 然后而且还能够赚钱 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我有时候也在想啊 因为我现在已经40多岁了 其实有时候还说我想一想说 嗯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去生个孩子 会不会让我的人生 有什么不同啊 好像好多了的体验 也不错嘛 好 我讲完了 好 各位 我刚才讲的真的是假的 前半段都是真的啦 做心理生 快乐是真的啦 后半段 好 那是我大概 呃 这个这个 35岁的时候的思考啊 可是我非常喜欢 举这个例子 为什么呢 因为举完这个例子以后 哇 我一会发现 大家心里想的 同理心说话术的 抓情绪和抓重点 都会不一样耶 想一想 你抓到了 我的情绪是什么呀 然后你抓到了 我在说的是怎么重点呢 请你用两句到三句话的部分 来表示我所说的重点 你会怎么抓呢 好 我跟你们说 有些人就会说 哦 所以心理师 你现在觉得非常的焦虑 对不对 哦 他抓出来的情绪就叫焦虑 因为呢 你会想说 又要当个职业妇女嘛 对不对 又要做你很开心做的事情 可是又要生孩子 这两件事好像很难兼顾 所以你现在很焦虑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抓的 可是好像我真的没有说 要兼顾他们的感觉 呀 然后呢 还有人说 心理师 你现在一定很沮丧 因为哦 你会觉得说 你为了赚钱 好像都没有办法生孩子了 可是我刚才好像也没这样子的意思 还有人会抓 哦 所以心理师 你现在很茫然 对不对 你不知道继续这份工作 还是要去生孩子 当个家庭主妇的好 咦 我有说我要二选一吗 好像都没有耶 可是我发现 每一个人 对我这个说法 他的同理心说话术 他抓出来我的情绪和意思 好像都不一样耶 但是 这些东西 是我的吗 好像不是耶 这些是你的 对 同理心 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 是放下我自己 我要走近你 你不是拿你的心 去套我的心 而是去真正放下自己 去理解另外一个生命 他到底感受什么 想到什么 所以如果我自己来试着 抓我刚才那段话的情绪 和试着抓我那段话里面的 重点意思的话 我可能会说 心理师你现在感觉很幸福 因为一方面 心理师这个工作 让你觉得非常好 另外一方面 你也再想想象一下 如果我生了孩子 会不会让你有更多的体验 我可能就只会这样抓而已哦 所以如果你抓到前面的那些例子 那全部都是你的投射 就是是你自己心理想的 而不是我心理想的哟 那我们再继续说 如果初阶版 你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习惯呢 你去听别人讲话的时候 你会习惯抓他的情绪 抓他的意思 然后放掉你自己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习惯 那高层次的同理性是什么呢 就是要抓对方的内在需求 抓他里面 他渴望什么 他希望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我真的觉得当我家人 就说话蛮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会很留意 他们的生活所事 然后我就把他们当例子 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好 就是当然我是贞得了 我父母的同意 他们发生了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他们有一次在逛街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尊玉佛像 玉观音 一个巴掌大的玉观音 我妈妈就非常喜欢 她就进那个店面去问店员 那店员就跟她讲说 这一尊观音要八千元 才可以请回去 而且不二价 那她就出来问我爸爸说 你觉得这个八千元怎么样 我爸爸那时候想了一下 我就说不值得 我觉得八千元 应该可以请到更好的 然后我妈妈那时候 就很懂事 很乖巧的说 嗯好我们走 那他们两个就手牵手 继续走回家啦 可是呢 我爸爸上班第二天 回来一到玉观拖鞋的时候 就看到了 一尊玉观音 出现在玉观口 我爸爸休养真的非常好啊 他完全不动声色 可是那时候 我坐在客厅看电视 我就觉得怪怪的了 因为以前我爸爸 如果回家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打一个招呼啊 然后就聊一下天啊 可是诶 他那一天 有点阴沉 都不爱搭理我 吃晚饭的时候 我就觉得更奇怪咯 因为 平常吃晚饭 都是我们最放松 最可以聊天的时候 可是那一天 我爸爸居然就没说什么话 嗯 那时候我爸爸 就在那边洗澡的时候 我就到厨房 跟我妈妈说 妈 会不会是你那尊玉观音 出了什么事呢 妈妈那时候就跟我说 怎么可能 那个玉观音才八千呢 我跟你讲 我还买过比这个贵很多的 你爸爸都没怎么样 他怎么可能 因为八千块就生气啦 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爸爸洗完澡了以后啊 我就开始跟他聊天啊 我就说 爸 感觉你今天好像有点生气 诶 这个时候在抓情绪哦 然后我爸就说 生气 我哪有在生气 我怎么可能在生气 你一听就知道有没有生气 那接下来 我就知道他生气了 所以我就开始抓重点啊 抓他的意思咯 然后我就说 爸 是不是那尊玉观音 让你不开心啊 我爸就更大声啊 怎么可能那尊玉观音 怎么会让我不开心 好 就是 就开始有点高八度咯 好 那我们就要猜一猜 他的背后需求是什么了 其实他想说的是什么呢 嗯 不知道聪明的你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有发现 可能你们家里常常上演 这样的剧嘛 好 我那时候就跟我爸爸说 哦 爸 我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妈妈都没有尊重你 好 你很希望被妈妈尊重 抓内在需求 好 那时候爸爸整个人就被点燃了 就开始跟我说 对啊 很奇怪耶 他问过我 又不听我的 谁啊 他是把我当放弊哦 爸 当空气哦 就开始跟我骂了一大堆哦 哎哟 可是各位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嗯 很多人气都不知道自己的气什么 或者是难过也不知道自己的难过什么 但是你跟着他聊聊天 你愿意进入他的内在世界 然后去了解一下他 他就觉得他被你理解了 然后他也被自己理解了 所以他就得到了适当的安抚 被安慰到了 接下来他喜欢早穿好衣服了嘛 他就去跟我爸妈好好的沟通了 好很好 就这件事 他们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以后呢 妈妈如果很喜欢 那就不要问他自己买 好 如果问过他 就一定要尊重他 好 那从此之后 哎 这好像是我五年前发任的事 可是从此之后 真的就没有再发生过 这样尊重或不尊重的事哦 所以真的是高层次的同理心 很有帮助啊 这个是我们用同理心的说话术 在帮助一个人能够感觉被理解 然后所以他消化他的情绪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冲突的处理 或问题的解决的时候 那个对峙的双方 他们怎么用同理心呢 我告诉大家 我真的很常在我的物谈室里面使用 当伴侣来资商 亲子来资商 配偶来资商的时候 我们都会常常使用这个方法 因为人在有情绪的时候 通常哦 那个情绪冲脑的时候 你是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说什么的 所以会激同压强的越来越严重 然后顿尤弹琴越来越诡异 后来就到两个人是不同的星球 不同的世界去了 所以为了让大家一直在同一个线段 同一个状态之下讨论事情 我们很常会请一方 在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要先去说一下你对对方的理解 你要抓一下他的情绪 抓一下他的意思 抓一下他的需求 完了以后 你才可以回来到自己身上 说自己的想法 好 那我不只会使用它在物谈室里 我在工作坊里面更常使用它 因为我发现真的是太好玩了 因为工作坊里面有很明显的 before and after 就是那个事前事后对比真的很大 我会邀请大家来扮演 有时候是自己了 有时候是扮演 就是不管你是朋友啊 夫妻啊 配偶啊 或者是在反正就是要吵架 亲子啊 然后甚至我还有带过居府员和照顾者啊 然后奥客啊 还有服务员啊 这样 就让大家开始来扮演这些冲突情景 就是有一些意见不合 有一些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一直吵架一直吵架 所以呢 在before的时候 我就会让大家自然吵架 比如说有一对伴侣就上来了 那个太太就会说啊 说你每次都这样子 我跟你讲 你每次都这样子 我已经在家等你煮饭 然后弄了一桌子了 然后你还都没有来再理我们的 你也不打个电话回来 跟我们讲说你会晚一点回来 是怎样 是要我一直等你吗 好 那先生呢就开始有防卫啊 就很大声说 我跟你讲我哪有每次 我哪有每次 我还不是很多次都记得打电话回来 我真的有时候就太忙了 你都不会体谅我一下 你这个很不体谅人的太太耶 然后太太就一直继续说说 我是无所谓啊 你看我们家还有那么多人 还有小孩 看到我们这样得了吗 反正就是这样子啊 吵架就吵不完 他们就吵了一番 以后 那个台下的工作坊下面的人 就像吃瓜群众一样 我们就一定看戏啊 看两个人吵架好 吵得越凶越好 好 到了一个阶段 我就会暂停他们 我现在就会用 同理心说话术咯 我就会站在一方的立场 站在一方 好 然后跟一方说 诶我会帮你 但是请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次 你会想要回应他之前 说自己的立场之前 都要先去 用我刚才的同理心说话术 你的情绪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希望什么 好 你 你三选一就好 但是你至少要一个 然后完了以后 获得对方 对 我就这样 然后你才能再说 你自己想说的话 这样OK吗 好 我们就camera 继续演下去了 那老婆还是一样啊 就是每次都不打电话回家 我等了一桌饭菜 都煮好了 你每次都是这样 都不打个电话回来 你是怎样 完全忘了我们的存在 有什么 好 呃 先生啊 我就请先生要开始 用同理心说话术 他可能就会 第一句就会 对我强迫 我们就要先抓一下 对方的情绪 你现在很生气 因为你觉得 我都没有重视你的感受 答应你要打电话回来 都没有打电话来 所以你很生气 你的需求是 希望我更多 把你们放在心上 我在工作很忙的时候 也还是要记得 打电话给你们 对吗 他说的真的是 这个结结巴巴啦 我一定要在旁边帮忙 因为一般人是 真的很不习惯 这样说的 但是当他说完这样的话 然后太太说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先生就开始说 哦 我了解你的意思 呃 那我跟你说 我齁 就是有时候 真的是工作一忙的时候 就会忘记一些事情 也不只是忘记你这件事情 还会忘记别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希望 你能多体谅我 这样可以吗 我跟你讲哦 就是这样 是吵不下去了 太太就只能说 哎 好 好 那我要怎么样 体谅你呢 然后他们两个人 就开始 真的往共事的方向 走过去了 而不是 一直不停的 在拔河 大家有发现吗 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神奇 呃 我不只一次 在我的工作坊上 都发现 这个原理就是 你上到 我就比较上到 你给我尊重 我就比较给你尊重 你有礼貌 对我 倾听多一些 我就会比较愿意 打开我的耳朵 也去听你说话 所以当我们要一件事情 得到一个共事 真的我们想要问题解决 而不是只是发泄情绪的时候 同理心说话术 放在冲突的情境 叫做同理战术 真的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最大的一个难关是什么 就是你的情绪 当我们自己可以稳定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打开自己的耳朵 去聆听对方 去理解对方 先给对方这个同理 对方就会比较愿意走到你的世界来看看 那我们两个可以怎么样彼此继续相处下去 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 我想要先来感谢我们赞助者Luna Luna赞助了我们一千元 真的非常谢谢你的慷慨大方 虽然你没有留下直言片语 但是我们的团队已经能感受到你满满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会继续加油 努力制作出更好的节目 谢谢Luna 然后上一次啊 我已经回答了上楼看看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它还有第二个问题哦 所以这一集我们来聊聊继续 上楼看看的第二个问题是 发现自己和任何人互动脑中都会时常出现一个声音哦 就是害怕自己是别人的麻烦 所以很多互动都变得小心翼翼 更不用说需要求助的时候哦 就会觉得非常无助却完全不敢去麻烦朋友 怕自己的情绪会带给朋友困扰 或是他们勉强自己来跟我聊天 不知道要怎么样让自己感觉不是个麻烦呢 谢谢上楼看看的提问哦 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你的心情哦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我以前的心情耶 尤其以前当我是个视障者 当我成为视障者初期的时候哦 真的常常会感觉自己是个累赘 自己是个负担 自己是个麻烦 每次求助的时候都会骂自己说 你怎么那么窝囊 怎么那么闹肿 这种事不会自己做吗 你为什么都要依赖别人呢 反正我很会苛责 很会谴责我自己的啦 所以我真的觉得谢谢上楼看看 那么勇敢的提出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哦 我相信真的非常多人心里有这样的结 有这样的阴影 那我会形容哦 这个过程就很像是一个换写的历程 很多人都说 你现在都好自然的能够说出你的需求 很自然能够求助 那真的就是一点一点换写过来的哦 但是那个换写的过程 其实真的是有一些步骤 有一些方法 那我就很简单的分享一下 第一个我真的觉得我们一定要去辨识出 这些会觉得自己是个麻烦的声音 到底是怎么来的 就是当你只认出他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会被他控制 也就是我们不能先改善他啦 我们改善不了他 因为我们根本认不得他 所以我们现在去认出这个 觉得求助等于麻烦 等于累赘 等于负担的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来的啊 嗯 那我发现哦 很多人可能他们的生命经验 或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环境 他们的人际关系里面 真的有一些会造成他们觉得 啊 求助好像就被人家闲啊 被人家讨厌啊 觉得你是个脱流瓶啊 讨厌的那种感觉 那我自己哦 就发现我自己的话 我辨识出原来我觉得求助等于麻烦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 因为我以前在盛气凌人的孔雀公主年代 也就是我15岁之前哦 那个还没有失明的年代 我都觉得人家来跟我求助 是造成我的麻烦 我好讨厌别人跟我求助哦 说什么什么他需要帮忙 我就很讨厌啊 有人还可以说出他的需求更讨厌自己需求 不会自己解决吗 所以当我这样看别人的时候 我自己变成那样的角色 我当然就很唾弃很嫌弃很讨厌自己啦 所以当我辨别出辨识出 哦原来求助等于麻烦这件事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贴上的标签 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看人的 辨识出并不会代表改变哦 但是我们辨识出我们就比较不容易被他掌控 因为你就会获得下一个地方 也就是当你辨识出了以后 你就开始有空间来思考这件事合理吗 这件事是真的吗 这件事是必然的吗 这件事是一定的吗 我告诉大家哦 这个世界上好人非常多 但坏人也一定有 就是有人会觉得你求助是他很开心 很乐意帮助你的时候 但是也一定会有觉得 你求助真的是造成他的麻烦 他很不喜欢别人来跟他说需求的那种人 所以当你管理好自己 知道哦原来这些来自于我过去的阴影 可是不一定是真的 来自于我过去给自己的标签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的时候 我开始去留意别人 也很像我们今天所提的同理心说话术 你知道吗 就是当你countdown自己 按捺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理解别人的世界 你才有开始去辨识 哪些人是真的他是愿意的 比如说哪些人他其实是可以划界线的 他是有拒绝的能力的 他不是一个讨好的人的 他是会先照顾自己的 当你发现这些人 哦原来他是这样 你就会比较好意思去麻烦他 因为他不行 他就会直接跟你说 哎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空 他不会委屈自己 所以那时候你才开始有意识的去辨识出 哪些人会觉得他可以被麻烦 因为他的自我界限是很清楚的 那你就会好意思开始去有一些矫正性的经验 就是我说那个换血的过程就会开始 然后你就开始快越来越快的知道 哎你要怎么去求助 哪些人会拒绝你 哪些人不会 或者是哪些人就算拒绝你 你也很开心 因为就表示哎 下次你还是可以来麻烦他 因为他都会拒绝你哦 你不用担心他会太委屈求全 然后勉强自己一定要来跟你聊天这样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 想跟上楼看看分享 也跟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在疫情的期间哦 真的大家生病的时候还被隔离 那是一种很让人焦虑 很让人恐慌的状况 很不舒服 然后又要面临的这样子与世隔绝的感觉哦 所以当他真的可以出关了 反而在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时候 那个恐惧感 那个恐慌又回来了 所以每一次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都觉得实在是 他没有办法承受 可是他怎么办 就一个人住啊 所以他那时候每一次都好不敢回家 那有一次他终于憋不住 因为他觉得他快要死了 所以他就跟我说 因为他觉得我是心理师 应该比较OK吧 所以他就说 鼓起勇气来跟我说 朱莉亚我真的不太好耶 我真的觉得 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好那时候我听完了以后 我就贞得了他的同意 然后用我们的LINE的群组信息 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跟他说 跟他说 他现在很需要大家多多关心他 因为他那时候 真的是遇到了很大的 这个疫情的期间 有很大的心理的阴影 需要大家多陪陪他这样 然后他一直跟我问我说 朱莉亚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吗 真的可以吗 分大家吗 这样子 我就说没关系啊 我们先发出这个群组讯息 你看看好不好 然后我就发出了那个讯息之后 好 其实我也很忙 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很密集的 一直去关切这件事情 当我想到 我有打电话给他 那一天 我记得是一个节日吧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接了电话 然后跟我讲 朱莉亚你知道吗 你是今天的第五个 来找我聊天的人哦 我也觉得好开心 就是这位朋友之后 他的这种焦虑 这种恐慌也慢慢就淡掉了 然后他现在也非常的健康 所以想要告诉各位朋友 真的我们都会有一些阴影 都会有一些很难过的观 或心里有一些小念头 可是我觉得 只要你能辨识他 辨识他的以后 看清楚他 他就不会完全掌控你的生活 让你无意识的一直这样想 会给你一点点空间 你开始去验证 那是真的吗 然后去观察一些 可以下手的猎物 对不对 所以他找到了我 就是一个很好的猎物 因为他知道 我应该是借性感很好的人 好 然后呢 就开始喊喜了 做一些矫正性的经验呢 然后自己就开始慢慢的突破 这个部分了 所以 以上经验就提供给大家 一起做分享哦 欢迎你可以多多留言 提问给我在我的 Apple Podcast上面 给我五星评价 或者是Microbus上面 也可以给我每一个单集哦 都可以留五星评价 也可以留言回馈哦 那我看到提问 不好意思的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然后每一题我也都很珍惜 我想好好的回应 所以我每一次的QA 大概只能回答一题 但是 我一定会 把大家的提问都留着 然后呢 我就会按照 那个时间顺序 先来后到嘛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回 然后一次回一个 这样子也很珍惜 大家的QA 我也很 努力的 思考你的问题 然后再提出 我的一些想法 给你参考 回到我们这一集哦 在谈的就是 同理心的说话术 各位记得哦 同理绝对不是认同 也不是同意 同理只是你愿意 先进到他的世界里 感受一下他的世界 长什么样子 他的想法 他的情绪 他的需求是什么 但是不表示你 同理了他 你就等于是认同了他 所以很多人在 做同理心的时候 有一点害怕 就是觉得我这样说了 会不会他就会觉得 他这样子是对的 可是不是 当你愿意同理他 只是代表你理解 但是你还是有你的观点 你也可以再继续说下去 所以保持着这样子的态度 我们都会跟每一个 我们身边的人 做一个好好的相处 好好的沟通 那希望今天的同理心 说话术 不只是在你的安慰 陪伴 帮助别人 或者是在你想跟他 拉近距离的时候 有一些帮助 在你处理冲突上 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哟 我们的朱欣怡 说心灵话就要结束了 下周再见咯 拜拜 心念展观 生命无限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 并且给我五星评价 和留言互动 如果你也感受到 我们团队的用心 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 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 思商需求 合作邀约 或想要了解更多 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 节目说明栏中 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 节目说明栏中